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展现的是杨真和文慧十二年后再相遇发生的爱情故事 我教你这么过的 教你这么过的 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的了 还能怎么样 不过到了这部全新版本的江爱 大家熟悉的杨真和文慧没了踪影 这次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全新的 跟上两版的江爱没有任何关系 在演员方面启用的也都是一些80后90后的新人 这不禁让人质疑张一白是否在拿江爱这个品牌做噱头 这个电视剧是12年后新的一批大学生 大学毕业前后他们所面临的情感和感情的一种新问题 不是重拍 应该是一种气质上的延续 尽管没有了徐敬蕾 没有李亚鹏 但是这些80后90后的新人足够亮丽扬眼 张一白坚信下一个徐敬蕾或是李亚鹏 或许将在这批新人中出现 当年江爱的时候 李亚鹏徐敬蕾他们也是新人 不是依然他们成为了现在最红的明星吗 这几个女演员有没有能超越老徐呢 我觉得他们会为 他们在中间会出现未来最吸引人 最火的明星 这一天